作词 陈童 彤 鲈花 编曲 临夹 作词 断表达 作词 断表达 江洁 孤call捧来 军人间客 诗意终生与爱难求 但去尘埃又会如何 此心可恶不可休 造花酿成风月里滴泪 处理的悲心梦跌梦秋水 万劫终不会再留到掌前来回 不堪不破地区天归 早红尘不许百转千回 竹花开望念碎 惹菩提善然地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 shine! 他们只是受求其所控 你别杀他们 小心 帝君 小仙先行告退 帝尊 你既自罚 诸罪皆清 回自己宫中便是 为何还要来此处啊 帝尊 我有一事相求 怎会伤了仙灵 并无大碍 为了一个仙子 违逆天规 还伤重如此 执吗 弟孙 我之所以受伤 是在一网川遭遇了伏击 以你的先例 不至于伤成这样 是谁动的手 我从冥王口中 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 与天使记载不同 当时我正于调查此事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神秘人的袭击 冥王也被灭了口 如今我想下犯彻查此事 还望帝尊准许 仙魔大战乃是三界的重事 此伤众多呀 若有内勤必须彻查 你想怎么做 大战之后 部分魔族残余 混入了凡间 我想下界去查探一番 不过 此事时过境迁 若是公然翻查 会引起流言蜚语 有损三界的太平 这一层 你想到过没有 弟孙请放心 我会以下界利难为由 暗中查探 也好 我便召告天界 东极清离应渊帝君 违反天规 在进仙大典之后 被贬下界利难 我会保留你的记忆 还有先例 以便你在凡间行事 谢弟尊 但是你要记住 即便是在凡间 也要遵守天规 我会差人给你安排一个 断情绝爱 便于修行的命格 以便你心无旁骛 事半功倍 应愿明白 应愿明白 这是何物啊 为何能画府重生啊 此宝物为一眼 一眼 不管怎么说 你又救了我一命 两次大安无以汇报 你我既然如此有缘 择日不如壮日 你不嫌弃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一劫金蓝 如何 方三你也救了我一命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 我有要事缠身 先行一步 拜见山主 百灵大羽族重邀 功拜山主 花精族重邀 功拜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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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何意 阎兰山 向来以妖力的高低 来推举山主 之前 求夕仗着这片疗愈万伤 滋补妖力的温泉宝地 横霸山境 自立为王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今日你杀了他 那自然证明 你的妖力远在他之上 所以 你就是我们的山主 我非山境之人 无理做山境之主 那有何关系 自从求夕当了山主 正夺妖族 流离在外 无家可归 英雄不问楚楚 是你 替我们铲除了山境的大汉 这些人 都是自愿跟随你的 请你不要推脱了 方才看见 你有仇家 阎兰山地势隐蔽 万妖聚集 你若躲避在此 那些人定不敢追击 何乐而不为呢 我此次下凡 是来寻一个人的 此事非常重要 一刻不能耽搁 那便更要留下了 好 阎兰山的妖族 首眼通天 你要做的山主啊 万千妖族听你号令 别说是找一个人了 就算是找一根草 找一粒沙 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 如果想让我留下来也可以 答应我一个条件 好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我都答应你 你叫什么名字 子林 诸位 我能在此地 皆因子林冒死相救 大家能够安然活着 也是因为子林不畏强权 据礼力争 诸位 大家都说 诸求其者 便可成为山境之王 我认为 这王位 应该我二人同坐 这 王后 山境之事 你主外 如何 你的意思是 我主外 你主内 是好 是好 只是 还不知道那人姓慎名谁 那人 余末 都听到了吗 还不参拜余末山主 拜见二位山主 拜见二位山主 不拜二位山主 诸位快快请起 从今日起 你我皆是家人 在山境之中 无需行此重礼 百灵 从今日起 你作为山境之中的 内务总管 若有伤者 皆可到此温泉疗伤 具体事宜由你来安排 承蒙山主信任 百灵定当尽心竭力 是 现如今山境已平 各族接派小妖 下山通报 赵流落众妖 重返家园 若在下山路上 遇到凡人 切莫伤害 我为山境之主 善妖 我定住其安居乐业 如果欲恶妖 祸害凡间 我定严惩不待 是 不错 是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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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有事 无事 帝君 盐旦在天界时 最期盼的 便是姐姐晋升仙计 所以我来 是替她实现心愿 听闻帝君前几日 又一次自发下计 盐旦是不是已经渡过王川了 他可安好 王年他一心为你 而你却全然辜负 然后因假名策 让他备受苦楚 陷下关系 还有什么意义 盐旦君如此神色 难道他晚了一步 天丹 已经灰飞烟灭了 如今众人皆以为 只惜仙子 欢欣旧人 生仙剑阶 而其包美 顽劣不堪 毒害仙子 终食恶果 如今你得偿所愿 日后 便可高枕无忧了 芝稀仙子 芝稀仙子 祝你日后 步步高盛 虔诚四季 芝稀 谢帝君赐福 这满天星光 这满天星光 再也无人与我功伤 我怎么在天上飞啊 救命啊 娘子 从今往后 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 好 救命啊 妖怪 妖怪 说的是我吗 怎么回事 我是谁 我怎么会落到这里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她就在里面 快抓住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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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我 不知裴世子光臨多有怠慢 平时都请不到您哪 今日犬子婚宴 不成想裴世子 竟肯赏脸哪 原来世子 是来给将臣姑娘捧场 世子 好眼光哪 将臣姑娘的心 乃难度一绝啊 人哪 人去哪儿了 蜘蛛 咯 咯 我 哼哼哼哼 娘子 我归来了 娘子 昔日一别 我好生想念 江湖酒机 帮我一把 离家十载 夜半发梦 皆为旧意 游记物联 烟波成光碧 相逢时 正年少 非絮乱 薄酒寒 奈若和 多情 应孝我 又谁知 此夜登高楼 是他 上 机器彻舞 辗转归来 与青虫聚 射弓陵 管路车 比鸾黄 更有恶人阻拦 不与良人分离 辗转归 无可子私 愿作鸳鸯 不献仙 安督王世子再次看戏 谁敢惊扰 都给我滚开 此戏 着实不错 你放在唱的戏文 优美感人 哪里听来的 我自己编的 你倒是对写戏颇有才华 可想留在梨园与我一同 书写画本 演绎 动人细哲 也不是不可以啦 我们先留在梨园作伴 互相照顾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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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昨夜可是你当职 不知 昨夜 阁中失窃 先前溟王进贡的法器 洗音符不见了 你可知 说话 不知 昨日你整夜守在此处 怎会不知 难不成 又是坚守自盗 你进了个仙阶 果然派头十足 连掌势的话都敢不达了 你身为妙法阁副掌势 看顾不好阁中法器 该当何罪 只惜诸下大错 害死了妹妹 已无心管阁 何罪何错 掌势降罚便是 降罚 那我可要让你失望吗 我偏要留着你 让你永远记住 你有今日 都是他用命换来的 妙法阁听令 清离应渊帝君 即将下凡 请妙法阁速备好 御身法器 以攻其用 不 帝君为何突然要下凡 帝君忤逆帝尊 触犯天规 帝尊清令 罚帝君自八苦池 下凡历难 此时暂且搁置 所有宫人 先为帝君准备用物 是 是 没用的东西 咱们 虽然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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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君 这些年您在延续天宫 对我等多有照拂 如今您被伐下凡 我等绝不能坐视不管 这些宝物 您在凡间一定能够用得到 请您收下吧 帝君 凡界凶险未知 妙法阁精心挑选了几件法器 请帝君佩戴玉身 我不收任何物件 请回吧 帝君 不知帝君可愿收下这个 陆民奉帝尊之命 来送帝君一程 此乃瑶池连肿 到时重则凡剑 必定美不胜受 愿此美景 能让帝君身处凡剑 心有慰剑 好 我收下了 帝君 你如此不顾我们心血 却只对此物这般清淡 难道 是令有寓意 帝君若不解释清楚 恐怕叫我等寒心 你作何感受 本君并不在乎 不讨扰帝君了 多谢敌君出手相救 不知炎淡可还安好 他已经去往凡间 因为强行抹去了他的记忆 只能做一只妖了 有 我要也好 授数绵长 想必 他应当能更加快活自在 只是没有想到 我如今也要去了 若是能与他重逢 待我返回天界之时 定会告知你他的近况 多谢帝君 凡人乃肉体凡胎 承受不住上神之力 天界之人下凡历难 皆会生出天才仙衣 包裹仙灵 以免肉身暴裂 所以 帝君一定要保护好仙衣 更要保护好严丹 我明白 凡间历难 须经人生八苦 王帝君 保重 与他在望穿梭里相比 我真是轻如微目 恭送帝君 热闻 grant 录奉 如何 聪讯 叶 质 王帝君 录奉 不会再留到掌剑来回 给我把护那一位 斗影沾与苍生同悲 三千桌浪翠 心不染成灰 山甘云甘随 我看不破的巨天归 草红尘不需百转千归 浮华开望面随 空有人裂不已归 千江游水千江醉 为轻狂为恩亦奉陪 便人生归美 无我已无为 灼尘负自卑 哪怕已自由去无悔 灯火真心与红尘同眉 可错过 可阳晦 风作有情人的悲 做了山主就是不一样 看着山境景色都比平日要好 停停停停 干吗呀 干吗 不就叫你做个山主你至于吗 我 你要是死了 我一个人统领山境有什么意思啊 算了 易东辞去 罢了 放开 不放 我不会自寻短见 安安稳稳做你的山主 行吗 我万上印记 是我所寻之人留下的 我刚才是用法术 让我的姑息 与他的灵力 合二为一 便能换出鱼儿 鱼儿 会随着他的气息 顺水流去 去寻找他的踪迹 天下之大 你这得放多少血 才能找到他呀 有这么个自虐的做法 我可不赞同 我们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只要能找到他 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么深情 你要找的人 怕是个女妖吧 你 你 他 这 这 这什么 怎么回事 故事吧 难道我这两天干活干累了 天哪 大豪年华一个妙龄女子 冒名失忆就算了 我不能变成丑八怪啊我 粉色印记的鱼 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哀号 给了我一个要引子 都说已行不行 没想到射这个美鱼 还真的恢复美貌 不行 我得再待几条 这老头干吗拿木剑刺我 难道这鱼是太阳呢 这位大 还是跑吧 难道百姓众多 这小妖乱食妖礼 恐怕会惊扰了凡人 不是吧 一条鱼而已只有这么久 什么冤什么仇啊 这小妖乱 腰力不济 脑子倒挺人管的 对啊 直下 好 你 让我先回去 妙法阁的掌势了吧 妙法阁近百年来 无新人进出 也事事后该交替一批了 是啊 到时候了 帝尊 诸位仙家 我乃妙法阁掌势 迎登 仙家法器 两百年一更换 旧物焚烧 兴物掉背等事宜 往日 皆是由我负责 如今 迎登即将离开妙法阁 下任掌势 先姿尚浅 迎登担心其办事不力 特在现任前 为仙仙家 提前准备好了心智法器 迎登先子有心了 如今 时至髓 Angela 时至髓 aki 令太帆 被追対读ß 杲昂 发三尊 束 罪 奇 此物甚是精美 是何法器啊 回弟子 这是我为应渊帝君 提前备好的法器 他下凡历难 来日回宫 便可直接佩戴 好 不枉你在演续天宫 伺候一场 呈上来 这条腰带 为何如此香气四溢啊 此乃我特调的破罗香 可以省神聚灵 有益于仙体恢复 你这脚丝啊 不对 这腰带怎么少了一枚玉钩 这 这也许 是盈灯疏漏了什么 请帝尊恕罪 帝尊 盈灯掌势向来关心帝君 行事周密 他绝不会犯此等错误 这玉钩 怕是被人偷走了 此话怎讲 帝尊有所不知 此前妙法阁中 便有法器丢失了 只是掌势 担心会引起天界混乱 才没有上报 而如今 又发生此等之事 想必是有贼人 盯上了妙法阁 还请帝尊明察 帝尊日理万机 此等小事 阁内自行解决便可 不敢劳焚帝尊 盈灯仙子为妙法阁 劳刑苦心 离阁之计 若是因为这奸贼 错蒙粗制法器之冤 反倒显得天界不公 帝尊 若九重天上真有奸人 理当查经 令人 两位仙子 请再次等候 长氏不是一直想抓到 偷极音符的贼人吗 如今有天兵帮忙查探 长氏应当开心才是 为何如此犹虑 莫不是长氏担心 天兵会找到什么不该找到的 这腰带是你动的手脚 长氏平日里 私藏了那么多敌军的器物 我不过是上行下校 有样学样罢了 你要做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长氏想要做什么 破罗香 油丁子 余蜜等原料制成 的确有修养仙身的功效 可若是每件都增加分量 再配上几位药材重新调制 便会制成魅惑人心的天界 尽相 魅谷相 纵使你查到又如何 我尚未加入那几位药材 你定不了我的罪 长氏不佳 我难道不能佳吗 我尚未加入那几位药材重新调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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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代表成完好 蝦材重新调制成 空间重新调制成 我尚未加入的布没得Hi 反aa 裳蝦材重新调制成 你良心的 我个命名用 末柄 朝溜 想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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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